犯马永次郎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三岁的小屁孩竟然敢对自己拳打脚踢 看到小鬼如此的可爱 永次郎也决定奖励他一个脑瓜疯 而这个小孩正是拳王阿里的儿子小阿里 为了能将小阿里培养成下一任拳王 拳王阿里特地找到永次郎 恳请他能够当小阿里的师父 很快几年的时间过去 长大后的小阿里第一时间就找到永次郎 因为他要替父亲完成当年未完成的梦想 那就是打败犯马永次郎 说罢小阿里便戴上了拳套 两人的大战也一触即发 小阿里也跃跃欲试 猛地挥起拳头冲向永次郎 可下一秒自己的拳套就被永次郎单手捏王 不愧是拳王阿里的儿子 速度比你老爸还要快 接着永次郎踢出一记快如闪电的鞭子 小阿里勉强躲过 同时也被永次郎强大的实力府震惊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永次郎竟然直接躺在了地上 摆出了销魂的姿势等着小阿里来打自己 而这招则是连老阿里都无计可施的诸首堂 更离土的是 此招自登场以来从未被破解 永次郎倒要看看小阿里该如何运动 这个看起来漏洞百足的招式 可谁知小阿里却微微一想 接着竟然直接把全套一摘扔到了一旁 在小阿里看来 永次郎已经使出了弱者才会用出的招式 所以胜负已经显而易见 既然永次郎已经倒下 那他也没有再战斗下去的必要 随后小阿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跟下永次郎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可作为最强生物永次郎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永次郎一拳打烂了肛门 冲出房间寻找小阿里的身影 可小阿里早就离开了酒店 永次郎气得咬牙切齿 今天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为了将阿里留拳法发扬光大 小阿里来到少林寺参加百年一度的海皇争霸大赛 但前提是他要和任牙一样 先获得参加比赛的资格 随着试炼开始 张海王上来就对着小阿里 使出了失传已久的佛山无影角 可没想到小阿里早有准备 以及其精准的预判将张海王的攻击全部倒下 趁着对方愣神的功夫 紧接着小阿里对着张海王的面门又是一拳 张海王不服一个李立打挺重新站起 可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没有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小阿里一个后手直拳正中对方面门 在紧接一个大上钩将张海王打得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愧是拳王阿里的 仅仅两个回合就将新晋海王打倒在地上 成功获得了参加那台大赛的资格